不實啦 但是我也知道沒辦法 我也知道世界上最難聽的話就實話 就是說這個時候講一大天天花亂墜 問題是選後都很難實現 我買一張1280假設 每天從兩美通社來這樣用 這也不公平 唉 各位要選市長的 拜託大家也不實一點 每天看每次在騙選票我再受不了 不是 啊這個一樣嘛 那些人叫說一一千兩百會把人家罵一頓 然後再提出另外一個是傻逼的政策 還是那句 哇 拜託大家要選市長的 不要每天這樣聽馬行公 我跟你講 能不能付也可以 那就是有機暖開 你這個也要花 那個要花 最後總預算就一千八百億 要看你怎麼放 警長他們提出了北北基豪的交通月費 一千二代上的中央要幫忙 擺單三十五億 那現在交通部也說 他們只能夠一次性的補助 到底是不是選權大財 北北基要這樣做 那我就問那新竹縣市要不要 台中那個中張投的要不要 或者說贏家難 或者說高頻的那個 那個交通房要不要 我們台北當時會推一二八零 是我們先路邊停車收費 我們有停車費的收費 算一算說 這個停車收費多少公共譽出 還有公共譽出的效能重整 所以就是這樣嘛 其實政治還是要務實啦 但是我也知道沒辦法 我也知道世界上最難聽的話就死話 就是說這個時候講一大天花亂墜 問題是選後都很難實現 還有一點啦 這個問題賴香檸也問過 他說如果桃園要設一二八零 要怎麼做 你不可以在台北市的 在裡面用一二八零 那外線市進來他也一二八零 因為他的路線完全不一樣 如果這樣的話 我買一張一二八零 假設啦 每天從陽梅通車來這樣用 這也不公平啦 所以那個事實上是 月票ALL PASS TICKET 就是說ALL PASS TICKET 跟那個月票的觀念 還要再整合 這個我們有在研究啦 所以各位要選市長的 拜託大家比較務實一點 我每天看門再騙選票 我再受不了 市長那你怎麼看 因為蔣萬安昨天也喊出說 要把你之前取消的 U-Bike前30公司免費會議部 不是啊這一樣嘛 他先人家說 要給一十二百零 你把人家罵一頓 然後再提出另外一個 也是傻逼的政策 這個U-Bike在一零零時代 前三分鐘會取消 這個有做研究的 就是說我們那時候 有70%是一個月只做一次的 所以後來我發現 很多U-Bike它是騎好玩的 或騎觀光的 真的真的用在通勤的不多 所以當時在計算說 如果我要車子要有限的 有效的使用 你知道喔 給大家讓騎好玩的那個鈴鐺 是就不要用 因為我們要的是 它是運輸的最後禮物 所以要跟大家講 每一個政策 你知道喔 如果是我發布的命令 都是在市長市會議 經過專家 要反覆辯論 大家都能夠 而且都經過一個 類似中場會這樣 大家都同意以後才會發布 還是那一句 拜託大家要選市長人 不要每天這樣 天馬先說 我跟你講喔 能不能付也可以 就是有機卵開 你這個也要發 那個也要發 最後總預算就1800億 要看你怎麼發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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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